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士远 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年日不多 他也很少称赞过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 人人都有罪,无善逐臣 也没有什么可称赞 所以难得有一个人能够被主称赞 可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例外 这个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里面 这个人主称赞他说 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没有看见过 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照说应当很有信心 可是呢,以色列中都找不到这种大的信心 那么请问这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外邦人 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有不是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 因为他不是上帝的选民 叫做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是什么人呢? 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军官 诸位知道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犹太国已经被罗马帝国统治了 犹太人是个亡国奴 或者叫做顺民 顺民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一个军官是很神气的 他住在犹太地的时候 他就是掌管那个地方一切的人 他们都得听他的 所以这个罗马军官,他居然有信心 耶稣称他说这么大的信心 可见这个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因为他被耶稣称赞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这个罗马军官是留给我们的榜样 耶稣称他这么大的信心 好像很惊叹 很稀奇 这个人会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我们来看他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子的 也从他学一些信心的功课 这个罗马军官,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有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就是奴隶 第一世纪还是有奴隶的时代 有奴隶了 这些奴隶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些奴隶本身呢 他就是没有任何权柄 我们古人说 生杀鱼夺之权 抄在主人手里 生让他活 杀让他死 鱼是给他 夺是抢过来 他的生命 他的一切财产都在主人手里 主要给就给 不给就不给 生杀鱼夺之权 抄在主人手里 这叫做奴隶 这种奴隶 本身的所有权 抄在主人手里 他是什么权力都没有的 非常非常的不自由的人 这样一个奴隶病了 照说这个无诸轻重嘛 拿钱买来的 就算死了也没什么 照到罗马人看见 可是这个罗马军官不同 他很宝贵这个奴隶 这个奴隶病的时候 他看重他 关怀他 他就要请人来给他治病 一听说耶稣能够行神迹歧视 他听说了 风文耳朵听说了 耶稣有行神迹歧视的能力 所以他就去要求 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 你看犹太的长老 是这个罗马军官手下的一个顺民 是王国奴了 他也跟他们做朋友了 要他们去请耶稣来 那么这件事情你就看见 这个罗马军官有一些特点 值得我们学的 第一呢 他懂得做主人 会做主人 会做主人 第一 他爱他的奴隶 他手下的人 手下的人病了 他照顾他 请最好的医生来看病 第二 他能够为他的顺民 犹太人 圣经讲他建造会堂 这些罗马人 这些罗马军官本来是不可一世 现在居然为他手下的顺民 盖礼拜堂 可见他有种敬畏上帝的观念 也懂得爱不下 路加十八章讲到一个不义的观 什么特点呢 不怕神 也不尊敬人 一个不义的观 就两个特点 不怕神 也不尊重人 我常常说 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那么这个罗马军官 他懂得尊重人 可见他心中有神 要不然他也不会请神的儿子来治病了 所以这个人会做主人 他懂得做主人 爱他的部下 爱他的奴隶 也爱他手下的顺民 王国奴 爱他们 为他们建造圣堂 因为对于一个长老来说 犹太教的长老 最重要的还是个礼拜堂 他就给他盖礼拜堂 帮助他们盖礼拜堂 而且他现在有事情了 能够去找长老来帮忙 托他去讲情 可见这个罗马军官 跟犹太教的长老之间 已经建立了一些友情 有朋友的关系了 比较是托他做事了 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说是会做主人 懂得做主人 不像一般的罗马军官 圣气宁人 不可一世 只会像这样那样 他没有 他有种爱心在里面 可见他是敬畏上帝的人 我再说 心中无神 目中无人 一个心中有神的人 就会尊敬一切的人 因为他知道 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 造的 所以每个人都值得尊敬 这个罗马军官 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 他懂得 他怎么样做一个主人 第二 他也会做仆人 他不但懂得做主人 也懂得做仆人 怎么知道呢 他在耶稣面前非常谦卑 他晓得耶稣是主人 是主 他心中尊重主 尊他为大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这句话 让这个罗马军官学到了 他也说 我心里尊主为大 怎么知道呢 因为在这里看见 他知封闻有主的时候 他没有看见主 这封闻耳朵听见 他就能够这样信靠主 就派人去请耶稣来治病 可见他封闻呢 就等于眼见了 同时呢 那些犹大教里面的长老 跟耶稣说 说你应当去给他治病 因为他配得这样做 配 为什么配呢 因为他尊敬上帝 给他们盖礼拜堂 也很照顾他们 说他配 他讲他配得 他所配得 你给他行这些事是配得的 别人看他配 配耶稣去给他治病 可是他自己怎么说呢 当耶稣走在路上 他又找些人去告诉耶稣说 你到我的舍下 我不敢当 你到舍下我不敢当 因为我是不配 他说 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他说不配 别人说他配 他自己说不配 这就是真正的谦卑 真正的谦卑 你看多不容易 当别人高举你的时候 你能够谦卑说你不配 不是表面的客气 不是虚情假意的客气 实实在从心里说 我不配来见你 那么这个人 罗马的军官 有地位 有享受 也有声望 也得到很多拥戴 但他在主耶稣面前 承认他是个仆人 他说我不配 我不配 我不配你到我舍下来 你到我舍下我不配 他自居在仆人的地位 向主说话 所以我说 这个罗马军官很不简单 他不但会做主人 也会做仆人 两方面都会做 很多人今天会做主人 不会做仆人 有人会做仆人 不会做主人 我们常常听说 有人一个领导 需要干部 干部也需要领导 有的人只会做领导 不会做干部 有的干部不能做领导 可是他两种都会 会做主人 也会做仆人 是相当了不起 难怪主耶稣称赞他 那么这个人 懂得谦卑顺服 在主的面前 他说主啊 你到我舍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 不配去见你 底下说 只要你说一句话 只要你说一句话 这实在是太可圈可点了 可圈可点 一句话就够了 你说句话就够了 你不必到我家里来 不必麻烦你 劳驾你到我家里 我也不配 你只要说句话就行了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你说一句话 我仆人就好了 这叫做一句话的信心 这是耶稣叫做 这么大的信心 这个信心只说一句话 换句话说 主说你好就好了 不必等到主耶稣 劳动主耶稣到他家里 为他按手祷告 都不要 你说句话就够了 可见他实在认识主的身位 主是神的儿子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你看多奇妙 主能够超越时间空间 主不必等到了 那个病人身边 去祷告按手 他那么远的半路上 你说句话就好了 可见主的话 超越时空 主的话带着奇妙的能力 因此你就看见 这个百夫长 实在认识神 他比一般的犹太人还认识 我敢说 他比那些长老们 还认识耶稣 那长老们对耶稣 还没有这样谦卑 他真正谦卑顺服 然后底下就讲出道理来了 我刚才说 这个人有些特点 第一 他是会做主人 第二 会做仆人 第三 认识权柄 认识权柄 他就告诉耶稣说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他是百夫长 他上面有千夫长 管理一千个人 他说 我在人的权柄之下 也有兵在我一下 我管理一百个兵嘛 我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件事 他就去做 这叫做忽知 忽知即来 灰知即去 这是主人的权威 要你来就来 要去就去 他认识这个权柄 他也认识自己 在主面前的地位 是个仆人的地位 所以说主啊 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 不要你来 他认识权柄 这个很不容易 我告诉收看节目的 每一个朋友们 没有权柄不出于神 无论属世的属灵的 都有权柄 那个权柄就操在神的手里 比方说 今天每个家庭里面 只有父母儿女 父母呢 就是儿女的权柄 因为上帝这样安排 你这个做儿女的 无论你多本事 但是你不能够轻看你的父母 不能藐视他 你要尊敬他 你要孝顺他 这是上帝的旨意 当孝敬父母 使你蒙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所以你看 这叫做权柄 就是这种地位 父母在儿女的上面 在北美这个地方 我幕会十多年 看到许多人的家庭里面 父母儿女之间的代沟 非常严重 都是儿女不听话 不尊敬父母 有的儿女拿到博士学位了 就瞧不起父母了 说你这个土包子一样 英文也不懂 在家里面 什么事情就儿女做主了 不错了 可能你的父母的程度不如你 学问不如你 但他的地位是上帝定规的 他比你高 你应当尊敬他 你不尊重他的时候 你就破坏上帝的次序 英文叫disorder 就是违续 破坏次序了 这种违续的现象 上帝最不喜欢 上帝是强调次序的神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上帝说各从其类 一切都是各从其类 一类一类的造出来 不能够乱来的 上帝最讨厌就是破坏次序 所以有一位斯布真先生 就是英国的一个传道人 叫Spergin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这个次序 就是上帝所定的第一条的律 the order is the first law of God 这个order就是次序 是上帝所定的第一条的律 那么换句话说 人肉破坏次序 就是破坏上帝的律了 而权柄呢 就是上帝的律 父母是儿女的权柄 长官是部下的权柄 那么这些都得按照次序来 尽管你的才干比你的上司好 但是你要服在他的权下 你不能够随便 我自己就有过一个失败的见证 不怕你笑 在差不多四十年前 我刚信主不久 我在一个机关做事情 我一个顶头上司是做主人秘书 我做秘书 那个主人秘书呢 中文很好 可是他英文都不懂 我这个秘书工作 就是帮助他处理一些英文的东西 而且也帮他做一些计划了 什么这些 那么这位主人秘书啊 年老的人 他不懂英文呢 他是我所翻译的东西 他要改一改 他不改不行 他要不足以表现 他比我高明 可是他又不懂得原文英文 那么改出东西来 常常改错了 把意思改走样 那么他每次这样做 我跟他闹得不愉快 给他争 就争过好多次 他再改过来 改过我的样 有一次他又改改错了 我这次少年气盛了 三十多年前 我就拿这个他改的稿 去见总经理 总经理是MIT出身的 他中英文读很好 所以他一看就晓得我对 他改错了 那么但是这个 他又不能说主人秘书错 主人秘书是他自己的私人嘛 他带来的 我是考进去的 他们这个主人秘书是带来的 他又不能说他错 他又不能说我错 我们俩人都站在他面前说 谁对谁不对 他只能说你们都对都对好了 下去 他自己拿张纸来翻译 翻完了 叫我进去 说拿去打好了 拿到那个打字小姐去打 那我一看他翻的跟我一样 没有什么证明说那个主人秘书错了 但是我当时少年气盛了 刚刚信主不久 我也不管什么 就把他这他改的 我写的 以及那位主人秘书改的 通通拿到全公司去传队 到各单位去传队 大家看到都说我这个扣秘书好 那个主人秘书糊涂 老糊涂不好 这样一来我得胜了 我在人前得胜了 可是请你注意 我在神前失败了 因为怎么知道呢 晚上去聚会了 到教会去聚会了 做人听到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因为我在神前破坏了神的次序了 违背神的权柄了 虽然主人秘书他不懂了 可是他地位比我高 我也能尊敬他 他虽然错了 我不能把他的错到到处去张扬 到全公司去传阅他的错误 这不对 所以我晚上聚会就听不进道了 后来散会时我跟那个长老就交通了 我说怎么办 我今天听到 从头到尾听不进去了 长老说你得罪了 你有什么做 得罪什么人没有 我说没有啊 你想想看有什么得罪人呢 我说想一想 我说有一个主人秘书他得罪我了 因为他把我没有错当错了 哎呀 这个长老听完了 就重重的责备我 他说弟兄啊 你不认识权柄知道吗 我说他错了 我怎么服他呢 他可以错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他 你跟他好好的商量 好好的解释 你要尊敬他 一点都不尊敬他 并且你藐视他 还去当众去宣扬他的错 你大错特错了 他举个例告诉我 他说 你晓得眼睛和迷茂的故事 知道吗 眼睛在下面 迷茂在上面 那么按人看 迷茂不重要了 迷茂就剃掉 还会长出来 但是眼睛要瞎了就糟糕了 你认为你是眼睛 你在他下面 可是上帝的安排是迷茂在上 眼睛在下 照你的想法呢 你要把眼睛放在迷茂上都来了 如果照你的想法 请问这样做好看不好看 顺眼不顺眼呢 一点都不顺眼 迷茂就是在上面 眼睛在下面 无论如何他是上面 他可以替你遮盖一切 所以这个比喻 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二天我就去向主人秘书道歉 道歉之后 感谢主 他也跟我和好了 不打不相识 和好了 后来他也退休了 我就送他一本圣经 不久他也写信给我 他说他也信了主了 所以我很感谢主 我自己失败了 年少气盛 少不更事 就不尊重权柄 结果上帝要我学了一个功课 迷茂眼睛的这个比喻 实在一辈子不会忘 因此这个权柄是非常重要 当年这个百夫长 他就能让耶稣说一句话就够了 你什么都不必做 一句话就够了 但是神的话就是权威 就是权柄 我们能尊重神的话 当孝敬父母是神的话 神的诫命 你照着做一定蒙福 在世长寿而且蒙福 何乐不为呢 应当这样做 所以这个认识权柄非常重要 第四呢 这个百夫长还有一件值得称赞的 就是他尊重神能 神能做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他相信神能够治病 连死人都能叫他复活了 何况什么病治不好呢 这里牵涉到个神迹的问题了 结果耶稣基督就说 好了就凭你这句话 你的仆人好了 结果仆人就好了 这不是神迹吗 本来病了要死了 主一句话就好 这叫做神迹 神迹的产生 有两个必须的条件 一个就是神的大能 一个就是人的信心 神的能力 加上人的信心 结果就产生神迹 每一个神迹都不例外 问题是 神那方面呢 没有问题 他都有能力 他的能力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在人这方面呢 常常没有信心 因此很多人呢 在他身上看不见神迹 虽然神的能力没有问题 这人的信心有问题啊 所以他就没有神迹出来 同样一个人 两个人病了 两个都病了 这个病一祷告他好了 那个祷告不好 为什么 他没有信心嘛 不能接受神的能力 所以这个神迹产生了 有一个必须的条件 特别是人这方面 就是信心了 我们有信心的话 许多神迹会发生在 你的身上 发生在你的周围 因为你有信心来领受 我们的主在世上啊 行了三十五个神迹 每一个神迹呢 他主要的都是 解决人的问题 解决人的问题 或者是增加人的信心 再一个就是要 彰显神的荣耀 可是主耶稣从来 没有替自己行过神迹 请妙不讲 他不替自己行神迹 从来没有替自己行过神迹 当他肚子饿 净食四十昼夜 在旷野 撒旦说 你要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这个石头 变成食物 变成面包 变成饭 主耶稣没有做 主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 所出的一切的话 你就看见 主耶稣没有替自己做事 他是个完全 失去自己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他是一个忘掉自己的人 这样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如果信了他呢 你就从他接受了这个无私 绝对没有私心 无私的生命 忘我的生命 绝对不替自己打算了生命 完全为人 为神 而做 而活 这样的主耶稣基督 是人类的救助 你想你能够不信他吗 你再多的问题 他能解决 你再大的困难 他能替你担当 你有什么话 你向他说 人呢 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人的力量有限 可是主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当主一动了怜悯的心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把这位当年被那个罗马 这个百夫长所尊敬的 所崇拜的真神耶稣基督 介绍给你 他曾经称赞人说 这么大的信心 连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 今天巴伯特你也有这个信心 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你就能够活出奇妙的神迹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我自己侍奉主将近四十年 在这些三十十年中间 不晓得看见多少神迹歧视 有的人刚硬不信 他居然信主了 是神迹 有的人拜菩萨 拜了几十年了 他居然悔改信主得救了 有的浪子回头 那么败坏的人 像太宝太妹 信主人多得很 还有的人 本来是像自命为圣贤豪杰的 自以为义的人 也悔改了 也信主得救了 但是我告诉你 最要紧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 没有信心的主也不能帮助你 因为主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但凡寻求他的人 他就能够被你得着 因为你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开门 你现在就敞开你的心门 接受这位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 我以三十年来信主的 侍奉主的 传福音的 这个小小的经验 来奉劝你 人只有真正信了耶稣之后 人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之后 他才能够真正认识他自己 当你还不认识耶稣 你也不认识自己 你所看见的是世界 你所盼望的是世界的荣华富贵 但是那些都要过去 唯有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永生 才是真正宝贵的 圣经说信主的人有永生 不信主人得不得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要有相信 而且事实上主耶稣基督快来了 你如果再不信的话 恐怕没有机会了 主来的日子一天更近了 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 有三个日子你需要记住 一个是1948年5月 1948年5月呢 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国了 他已经亡国了2500年又复国了 1948年5月 到了1967年6月呢 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崇光了 又归回了六日战争 他又回给以色列 归回归以色列了 还有一个1974年7月 很多人很忽略这件事情 以色列人开始建造圣殿 预备材料了 当这个圣殿什么时候一建造起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以色列就要来了 因为圣殿一建造好 有一个敌基督者要坐在圣殿中 自称为王 主要从天降临 用口中的话消灭他 所以等到 你看什么时候报纸一讲了 以色列那个圣殿盖好了 耶稣就要来了 现在材料都准备好了 什么时候盖好很快 愿你真是能够在主来之前 信主得救 就为那门向你打开 赶快趁着还有今天 信耶稣得永生吧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这个百夫掌留下的榜样 实在是美好 这么大的信心 求你赐给每一个人 让收看节目人都有信心 得着拯救 谢谢恩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感谢你